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凡 這支影片是算幾不等式的影片 那算幾不等式這個不等式的工具呢 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可以求最大值最小值 而且它會是你整個高中的三年的生涯裡面 求最大值最小值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是只有之一喔,其實還有其他工具啦 那所以算幾不等式這個工具呢 請你一定要記手來 好,那我們就趕快看這支影片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這個算幾不等式的單元囉 首先呢,算幾不等式呢 算幾不等式 算幾這聽起來對你來說很像中文對不對 算幾這兩個字搭在一起就是會念對不對 但是搭起來就是中文嗎? 就是第一次聽到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是有它的意思在 我們來看一下是這樣子喔 它有一些規定 就是A一定要大於等於0 B一定要大於等於0 好,我翻譯一下這個意思 就是指說 好,就是你現在用進算幾不等式的每一個東西 就是A跟B都要大於等於0 欸,什麼叫大於等於0? 它是正數嗎? 其實不是 就是說因為它還是可以等於0嘛 所以我們會說它是一個非負的數字 非負的實數啦 非負 就是不是負數,不是負數的實數這樣 就可以放進算幾不等式裡面 好,然後啊 這個叫A加B除以2 或是2分之A加B 翻成中文是這樣 很像什麼這樣嗎? 很像這樣 你斷考完對不對 我如果說欸,同學同學 你國文跟數學平均多少 你就會這樣 老師老師,國文加數學除以2 那就是國文跟數學的平均嘛 所以其實你從小到大在算什麼平均啊什麼什麼 其實它都是在算算數平均數的意思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還要有一個算數 就平均平均平均啊 好,不是 因為這個世界上的平均數 不是只有你想的那個 國文加數學除以2的那個平均 好,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幾何平均數 那這個未來在數據分析那個單元 還會再提到過一次 當我是兩個東西相加除以2的時候 我就稱這個東西叫做 唉唷,算數平均數 叫算數啦 算數平均數,OK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兩個東西相成開根號 那就是幾何平均數 所以一個叫算數平均數,一個叫幾何平均數 所以我們就取頭兩個字啊 算幾的不等式 OK,所以算幾不等式 其實是來自於算數平均數跟幾何平均數的這個中文名字的意思啦 OK,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算幾不等式怎麼寫是這樣 當我是算數平均數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那這個不等式就稱為算幾不等式 就稱為算幾不等式 OK,好 那至於這個等號成立在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等號會發生? 什麼時候等號真的會等於 什麼時候左邊會等於右邊呢? 我先證明給你看 證明一次,你就會知道說 喔,OK 原來等號是在這個時候時候發生 OK,那接下來呢 用幾何證明再幾何 再證明一次給你看 好,什麼意思是這樣 剛剛叫代數證明 代數證明呢 就是算來算去算去的 喔,一項一下啊什麼平方啊什麼 這叫代數證明 好,那我用幾何呢? 用圖形再證明一次給你看 好,那我利用什麼東西呢? 是這樣子喔,來喔 我利用有一個半元 好,我利用有一個半元 好,然後我今天呢 這個半元上面取一個隨意 就隨便一個租點喔 好,然後你看呢 我這個時候把租點喔 跟租A連起來 這樣子 然後租B連起來 好,那我剛剛已經說了喔 這是一個半元 對不對? 所以AB是不是一定是直徑 那你國中的時候 老師一定有教啦 就是當我這個腳腳跨在直徑的時候呢 這個腳珠啊 就是直腳 好,這個腳珠就會是個直腳 OK,腳珠就是個直腳喔 好,然後呢 那珠呢,我就做一個斜邊上的高 這樣拉下來到C 那C也是垂直 但是我不要畫 就因為畫得太亂 我就這樣畫一個這樣 這樣告訴你就好了 好,所以珠C就會是一個斜邊上的高 珠C就會是一個斜邊上的高 我寫H OK,好 那來囉 如果我假裝 我假裝AC這段叫小A 好,然後CB這段叫小B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會知道說,OK 這個H啊 平方就會等於A乘B 就是母子相似三角形 OK,好,所以H就會等於更好的AB 好,所以目前我們會知道H等於更好的AB 好,同學 這邊停一下 這個叫做母子相似三角形 如果你對於這個母子相似三角形 就覺得,蛤? 林凡你在說什麼? 好,麻煩去我的頻道上面 找一支影片叫做母子相似三角形 我已經把那支影片錄好了 那上面就有解釋說 A為什麼有這個H平等於A乘B 你去找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裡面我解釋得很清楚 有告訴你為什麼H平可以等於A乘B 好,去找來看看喔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就知道說 H這個長度就是更好的AB 好,我們擺在這邊 然後你會說 老師這好像是你剛剛說的幾何平均數嗎? 對啊對啊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沒有錯 我們先放旁邊 先留著 OK,好 再來我們看另外一部分 好,那再來我們用那個算數平均數 要來檢查一下算數平均是什麼東西 好,是這樣子喔,來看喔 我剛剛有說AB是直徑嘛 所以我就知道說 A加B 小A加小B起來會是直徑 對不對? 好,那你來看一下喔 這個O是圓心喔 那我今天就把這個O從這個圓心 垂直往上打一個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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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唉唷,再換一次 好,這樣做出一個半徑之後 我們看這個黃色的長度是多少 你看喔 我剛剛有說直徑啊 其實就是小A加小B 對不對? 所以半徑其實就是2分之A加B 好,所以黃色其實就是2分之A加B 其實就是半徑 好,我幫你寫這邊備註一下 好,這邊拉一個線出來 這邊寫2分之A加B 好,然後其實就是半徑的意思 好的 我跟你講,算完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今天這個H 當我這個鞋邊上的高 畫在這裡的時候 我是不是永遠 會比這個半徑稍微短一截 對不對? 好,你想,如果我今天豬 往左邊挪一點 豬在這裡 然後做出一個斜邊上的高 好,這邊有一個H 好,更短一點的H 所以這個H 是不是永遠也會比半徑來的短 對吧? 所以等於是說 我這個粉紅色的H 我這個粉紅色的H 怎麼樣都一定會比半徑短 對不對? 好,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半徑 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半徑 一定會大於更好的AB 好,目前為止是這樣 目前為止是這樣 好,那你看 我剛剛豬是往左推 所以我的那個高越來越短 對不對? 好,但是來 豬可不可以往右推? 豬可不可以往右推? 當然是可以的 你看喔 豬如果往右推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好,來 當我豬往右推 當我豬點往右推 等於是這個小H 往右推 當它這個斜面上的高 這個小H 往右推 推到跟半徑 同一條的時候 欸,老師 這樣長度不就一樣嗎? 對,長度一樣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 來,你看喔 當我長度一樣的時候 來幫你著色 長度一樣變半徑的時候 那麼我的小A就會變到哪裡? 來,你看喔 當我這條線 推到變半徑的時候 表示我這個C點 是不是也要推到圓心的位置? 好,那C點推到圓心的位置 的話 那麼是不是表示我這個小A 就會拉長 變成這一整段AO 是不是變成一整段AO 好,那 就會變成哪幫你著色喔 就會變成一樣黃色 這樣就這一段 是不是就變AO 對不對? 就變AO 也是半徑 好,再來喔 當我C點向右推 推到圓心的時候 我OA變成半徑 嗯,那我OB也是半徑啊 對啊,不然呢 因為就剛好平分嘛 對不對? 好,所以中了中了中了 來,OB也是半徑 OB也是半徑 欸? 意思是什麼? 又發生了什麼? 等號成立於這件事情 對不對? 來囉 等號成立於 好,等號成立於什麼時候呢? 當我的小A 當我的C點 推到圓心的時候 我的小A的長度 就會變成半徑 小B的長度 也會等於半徑 所以就是 小A會等於小B 其實是半徑的時候啊 哇! 那麼我的H啊 就可以等於半徑 就會等於黃色的那個半徑 哇! 那我的等號 這邊 是不是就會發生? 我的等號這裡 是不是就可以發生了? 對不對? 好,所以是這樣喔 我的半徑永遠會大於等於這個斜邊上的高 半徑永遠會大於等於斜邊上的高 這個就是用圖形來解釋算幾不等式的做法 OK? 那我們來看這個算幾不等式的第一題囉 好,第一題其實就很標準啦 尤其是第一小題超級標準的 試試看一看喔 題目是說給X加3Y等於12 好,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學什麼時候使用算幾不等式 有其中一個是不是叫做給和? 那就要求基 欸,那這樣是不是這樣子? 你看,給和的確喔 它是給加,對不對? 然後叫你求什麼? 第一小題 叫你求X乘Y 欸,對耶 所以給和求基 好,完全符合算幾不等式的格式囉 對不對? 好,來,那這個時候呢 我先解釋一下齁 X加3Y等於12啊 意思是指說 我們剛剛是不是學A加B等於某個東西好了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沒關係,先不管它 我們先看叫做A加B 所以很像就是小明加小滑 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所以你想,你想一下喔 現在是X你要當成一個東西 然後3Y你要當作一整個東西喔 所以是這樣子 今天是給和求基 所以第一小題我們直接來寫 來,所以是X加3Y除以2 會大於等於A乘B 所以是X乘3Y 所以會是這樣子喔 更號的X乘3Y 那當然我們不要這樣寫嘛 我們就直接寫3XY就好了 好,我們直接寫3XY就好了 好,那因為我們提問有給X加3Y等於12 所以這邊就是12 所以2分之12這整個是不是6 好,所以事情就會變成 6大於等於更號的3XY 好,那大家一起平方喔 就會變成3XY小於等於36 好,同除3,所以XY就會小於等於12 好,所以結束了 XY的最大值就是什麼呢? XY小於等於12 所以表示它最大最大最大 就12啊,對不對? 好,所以最大值就是12 所以這邊我們就直接知道是12 OK,好,那結果這時候他就問也說 欸,好,同學 那請問X等於多少 Y等於多少的時候 我會發生最大值呢? 好,那我們剛在推稿的時候 是不是有得到一個結論叫什麼? 叫做等號成立於等號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叫做A等於B的時候 叫做A等於B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設定了 這個叫A 這個叫B 對不對?我們剛剛已經設定了 這個叫A 這個叫B 所以等號發生在A等於B的時候 所以來,什麼時候會等於12呢? 什麼時候等號會發生呢? 就是在X等於3Y的時候 好,那等於多少呢?是這樣 欸,你加我是12塊錢 好,比如說你跟我的錢總共是12塊錢好了 那不就是你6塊錢我也6塊錢嗎? 對不對? 不就是你6塊錢我也6塊錢嗎? 好,就平分啦 就是把12塊平分的意思啦 對不對?好,所以就等於6 OK,所以X就等於6 好,那Y就會等於2 好,所以X等於6 Y等於2的時候 欸,的確喔 6、2 欸,12 好,沒有錯的 OK,好,所以這個第一小題就是最標準的 算幾不等式最傳統的題目了 可以嗎? 好,再來第二小題齁 欸,第二小題就有一點變化了 是這樣子,你看喔 它雖然還是小明加小華是12塊錢啦 雖然還是啦 它現在是變成什麼? 欸,同學不好意思喔 我這邊有一個Y平方 意思我就是,什麼叫Y平方? 意思是我必須做出X乘Y乘Y 才會只有X平方嘛 老師!可是我現在只有X加3Y啊 我要怎麼弄出兩個Y啊? 很簡單 反正我們現在有3Y嘛 那我為了弄出兩個Y 我就把這個3Y平分 我就把這個3Y把它拆掉 把這個3Y拆成平分 拆兩半 好,因為我做出兩個Y 為了做出兩個Y 所以我就把這個3Y拆兩半 兩個Y所以拆兩半 所以事情會變成 好,拆兩半喔 就會變成2分之3Y 加2分之3Y 好,那剛剛在推導的時候 我其實有稍微有推廣了一下 我就說,欸 同學同學 三個東西相加 那是不是就除以3?對不對? 因為算幾不等式 叫做算數平均數嘛 那就很像是三個東西 那就是很像三個東西的平均 國文加英文加數學 平均 是不是除以3?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是這三個東西相乘囉 所以就大於等於 X乘2分之3Y 乘2分之3Y的開3次方根 OK,的開3次方根 好,那因為我們仍然知道 這個東西相加是12 所以3分之12 所以就叫4 好,大於等於 4分之9的XY平方的開3次方根 OK,好 那大家一起立方 大家一起做3次方 所以就變成64 所以就變成64 大於等於 4分之9 XY平方 好,那可是因為題目 我們只要是XY平方嘛 對不對?好,所以就衝過去 所以就變成XY平 會小於等於 9分之256 可以嗎?好 所以XY平方 一定會小於 9分之256的話 OK,那最大值當然就 就還是 9分之256 好,那一樣喔 請問等號會發生什麼時候? 等號會發生在 等號成立於評分的時候 可是你要小心 你現在是 國文英文數學要評分喔 好,國文英文數學加起來是12的話 你要評分就會是4 4 4 對不對?好,所以事情就會變成 好,所以X就會等於2分之3Y 好,當然還是要等於一個2分之3Y啊 因為評分嘛 但是不用一樣的都不用寫兩次嘛 我們就寫一組就好了齁 然後就等於4這樣 OK,所以我們就知道說X等於4 好,那Y呢就等於3分之8 OK,好,那這樣就是X等於4Y等於3分之8的時候呢 哎呀,我們會有最大值叫9分之256 OK 好,那再來我們看這個第二題囉 好,第二題其實也是很標準的題目 你看它給你什麼 好,來,它給你看它給你相乘 它給你相乘 結果最後求這個相加 所以是什麼?它這個很標準是什麼? 就是給基求和,有沒有 給基求和 那也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算起不等式的這個形式的格式 好,然後包括A大於0,B大於0 所以就是每數都是正的 每個數字都是正的 然後給基求和 它的狀態就是這樣 OK,好,那我們就直接拿來做了 好,來 那題目是給說 哎,我的和是這樣喔 好,那你就照寫 給基求和嘛 好,所以就照寫 這個一樣就算起不等式的格式你就照寫 2分之A加4加B分之9 好,大於等於來 這兩個東西相乘喔 好,這兩個東西相乘 那你就乘 好,這樣乘完之後 是不是AB分之36對不對 好,那你看喔 來,題目是不知道這個 好,所以我這個還是保留 好,但是這個時候題目有給你 AB是25 所以這邊是不是就是25對不對? 好,那25分之36開根號 是不是叫5分之6 OK,那我們同乘2 事情就會叫A分之4加B分之9 好,所以大於等於5分之12 OK,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一坨東西 永遠會大於等於5分之12 所以它最小最小最小 永遠會大於5分之12 所以最小的狀態就是5分之12 OK,所以最小值就已經是5分之12了 好,那又來了喔 那請問什麼時候會最小值呢? 就是什麼時候會等於最小值呢? 那又來了 等號發生在什麼時候? 等號成立於什麼時候? 成立於平分的時候 所以意思就是指 這個加這個等於5分之12 那我現在要平分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把小明跟小華平分這兩個東西 所以其實平分的狀態就會是 A分之4會等於B分之9 好,平分5分之12喔 所以一人一半就是5分之6對不對? 好,所以就A分之4等於5分之6 所以6A等於20 來,我寫下來喔 6A等於20 好,所以A就會等於3分之10 OK,好,再來 好,那6B等於45 OK,好,所以B等於6分之45 那我用三約嘛 所以2分之15 OK,那我們就會了 好,就是當A是3分之2 B是2分之15的時候 喔,我們相加喔 5分之12這樣 好,所以這邊填過來 A是3分之10 B是2分之15 OK,好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給基求和的算計不等式的提醒囉 OK 好的 那麼以上呢 就是算計不等式的課程的影片 希望這個影片呢 會對你有幫助 那其實算計不等式喔 其實還有很多變化型啦 其實你之後可能還會遇到更多 那就要靠你自己去思考 去看看說這些變化型 跟你原本學到的算計不等式的格式 去比較看看 看你還可以再學到些什麼 好,那大家就加油囉